有没有进来之后的话呢 那就是把这个值加给八 所以上的话是89 然后这边的话加加变成1 然后在最后一个日期 那会跳到这边 所以k等于3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跑完的话 我们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跑完之后的话总额就89 为什么因为我们参数里面呢 有一个89 那其他都是非数值无法做什么 做转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这边怎么是 我看一下是不是刚刚没改到 那catch部分的话 就是会抓到错误部分 那我把它编辑一下 里面就会传递我们那个参数 这边这个 这个我多一个 那我们这边有四个 加把我多增加一个加 所以一二三四 四个是非数值的 那89是数值 所以最后结果是 非数值个数为四个 数值个数为一个 这样就完成了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结果输出 我们用println 把这个地方输出 那加总的结果就是上 然后非数值就k 数值的话就是追 基本上这一题并不会太困难 主要是try cache 那try cache包覆的部分 基本上 其实将来各位如果要让它try cache包覆 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有些地方如果你要让它自动帮你打上 自动加上去 其实它这边有个选取这个部分按右键 我印象中这边有一个包覆 有没有 有个try cache区块 也可以自动写 如果说你 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怎么打 有时候都忘东忘西的 可能try cache也忘了怎么打怎么办 没关系 try cache包覆里面有按右键 包覆try cache 这个时候有没有 它就帮你包覆起来了 那其实你就要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k++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然后再加一个分号 ok 好有没有这样就写完了 然后如果你要对齐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段落没有对齐啊 我建议各位可以用 我都记ctrl shift加f ctrl就有个格式化有没有 它就自动帮你ctrl shift加f 它就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你对齐好了 这样的话 那个缩牌也会缩的漂亮一些些 不然有的时候有的同学 写完程式那个y7扭8的 看都看得很痛苦 所以ctrl shift加f 他就帮你对齐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要的结果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画面已经放上去了 各位可以参考106的部分 那考试的话基本上就这样 反正你就直觉 他会给你一个试题 比如说今天 第一类就假设出到106 那试题上面就106 不过他不会出106 他就是第一类的题目 那就是会有个试题 那试题的内容 那个tqc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上面的什么什么都是一样 除非他里面有刊物过 有错误 有他会修正过 不然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直接也是一样按右键内容 在你的类别上按右键内容 然后呢去在编辑里面的配置 你配置里面有个 aguments 你就可以透过 aguments去传那个参数 好吗 好吗 谢谢大家